我们在七十年当中 不敢说深入尽脏 至少我们没有离开尽脏 尽脏帮助我们建立了信心 帮助我们了解诸佛事项 帮助我们建立的宏运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求生进度 帮助我们了解诸佛事项 生命是永恒的 一切众生没有生死 生死是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里面有没有生死呢 佛告诉我们也没有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受到灵魂 不生不灭 佛法说得更清楚 佛法是灵性 就是自信 没有生命 自信迷了 叫它做灵魂 自信 这个灵魂救了 叫它做灵性 迷了不能出六大轮回 无聊啊 六大轮回就不见了 所以 勇家大四说得好啊 说梦里 明明有六曲 有六大火 绝后空空 无打几 阿罗汉 阿罗汉 端 尽死 烦恼 不再执着 这个身生活了 我 我 与我所居 不可得 我不可得 我所也不可得 这个人叫开悟了 真放下了 他要发育 求生信徒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这就是 金教里面常说的 俗作一半 不受后悠 后悠是六大轮回 俗作一半 自己的事情解决了 虽然不是 圆满 究竟的解决 那是回归自信 回归成绩光 这个我们做不到 至少 我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请进阿弥陀佛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一生圆满成就 关键是在你 肯不肯放下 肯不肯一教奉行 还要是哪几个人 还有一个的 比特别人 我们做不到 什么东西 听要不肯放下 肯不肯放下